各位好 欢迎收看台湾演艺节目 我是胡婉玲 在过去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记录当中 大多数的受害者是台籍精英 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原住民人士 其中邹族精英高医生就是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 高医生多彩多艺 是位邹族的教育家、政治家、也是音乐家和诗人 他长期致力于高山族自治运动 很早就提出了原住民自治区的构想 然而高山自治的理念不见容于当时的政府 加上当时中国共产党活动频繁 高医生因此被怀疑又颠覆国家的企图 最后被逮捕入狱 以贪污叛乱罪遭抢决 得年仅47岁 那么这一季台湾演艺就为您介绍 这位邹族高医生的故事 感谢观看 懐かしい春宝 あなたも元気で何よりです 畑でも山でも 私の魂がいつでもついています 水田占いように 山暖蝶翠 静蜜且壮阔 这首杜鹃山之歌 是奏族音乐家高医生 为家乡阿里山谷写的怀祥之歌 1908年7月5号 他出生在山腰上的特富野部落 不过这时他还不叫高医生 高医生出生时 台湾已经进入日治时期 1916年8岁的他 就在总督府理番政策的方针下 进入特富野部落 附近的达邦三桶教育者就读 这是专为原住民设立的教育机构 目的是教化原住民 逐步培养他们成为日本臣民 帆同教育所 他就是要你把日语讲得很好 要懂礼貌 要体育 基本的算术 然后当然就是这个礼仪 他非常要求 然后他的这个服从性 日式教育影响下 高医生思想 行为开始变得像个日本人 并改日本名为史多一身 五年后他插班进入 原本只有日籍儿童才能就读的嘉义寻常小学 由于适逢总督府推行日台共学制度 优异的表现还成为官方最佳宣传范本 他们说是 与赛德克族的成维 与赛德克族的花岗一郎跟花岗二郎一样 高医生也是当时日本统治当局有计划栽培的模范番 目的是要他们毕业后回到部落 协助统治当局管理族人 他们给他一个很特别的称呼叫先觉者 就是最先觉醒的人 那是觉醒于什么呢 觉醒于日本的统治是好的 觉醒于现代文明是好的 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改造过程 不能只单靠日本自己国家力量 或者日本统治的力量 于是他们想到一个做法 就是他们必须去训练出 援助民族的在地的协力者 来协助日本人达成这个目的 就这样先觉者高医生 在官方的栽培下 一路从繁桐教育所小学校 再进入台南师范学校 接受精英教育 在知识的殿堂 他不只持续精进 国语算术等学科 也大量接触音乐文学 以及尼采马克斯等人的 哲学思想 台南师范学校 有几个大学校 在台南师范学校 有几个大学校 高一世先生 是在音乐部 进入音乐部 恐怕 比较学习统治的ピアノ 我学习了 原本 高一世先生 喜欢音乐 特别是古典音乐 我听到别棚文 我非常喜欢 音乐 文学 哲学 现代教育的熏陶 足不淬炼高一生 独立思考的能力 他开始反思 所谓的精英 除了成绩好之外 应该还有更远大的包袱 他因为受到了一个人文教育的一个唤醒 他产生了对主体性的认识之后 他回过头来看待他的民族的时候 他虽然承认日本是进步 他虽然承认他的民族必须被扶植 必须被 必须诱导到更进步 要成长 但是另一方面 他并没有丧失 他反而产生了一个 他对他民族的一个认同 高一生就读师范学校时 最爱的书之一 就是这一本 由日本社会教育家 田智左仲 撰写的哈维先生 书中以小学为中心 开展的理想农村建设 触发了高一生 对家乡现代化的冲击 我が村の地方自治家 五人はいつまでも官権の手にのみ 収育すべきでない 耕して 耕して 富を持って村人の自治を 遺憾なく遂行するのだ 意識到族群自治 并非一蹴可及 高医生念書時 年年更加用心学習 其中十夜一科 甚至連續两个学期 得到满分 実業の科目は農業に関するものです 例えば水利 あるいは肥料 実際に高医生先生は 卒業してから村に帰って 自分がどういう仕事をやるかということ もう分かっていました 1930年 22歳的高医生 順利畢業 回到部落 担任母校 達邦藩藩童教育所的教員 不過他 還有另一個特殊身分 是台南州警務部任命的巡查 我的父親 其實就是高医生的學生 我父親曾經告訴我們 每次高医生來上課 他就會配刀 應該是短的武士刀之類的 他配在身上 那為什麼警察跟教員會合在一起 這是因為當時日本人覺得說翻地 因為翻人的這個文明程度 他們叫做民度 日語是命度 人民的程度 還沒有達到 可以用現代的行政方式去治理的一個階段 所以要用不同的方式去治理 就這樣 鄒族出身 又接受日式教育的高一生 變成了官方眼中最佳的統治代理人 為了匹配這位阿里山鄒族地位行政領袖 日本人更精心替高一生挑選棋子 那個時代就是說 主要父母親 沒有自由的戀愛的這種方式 鄒族也是一樣 所以應該是 他是 日本人居然有這樣的想法 他們大概就是接受了 同時我媽媽也長得並不難 爸爸也有很好的工作 媽媽也有所依靠 當然是雙方都很歡喜的樣子 燙川春子小高一生五歲 兩人同樣出生 特副野部落 十五歲時 湯川春子就跟部落其他少女 被送到平地學習日式禮儀 並在十八歲時 嫁給當時二十三歲的高一生為妻 婚後兩人感情如交似妻 一連生下了十一名子女 她們兩個很喜歡一起唱歌 自從有了一台感情以後 這種唱歌的心情更是平凡 她很喜歡唱的歌有很多種 像編織歌啦 月子沙漠 音樂在高一生的生命中 佔據相當重要的地位 她不只閒暇之餘 會自己作詞作曲 也希望子女從小能接受音樂的熏陶 早上啊 她放音樂 慢慢慢慢大一點 這樣叫我們起來 都是古典音樂 她就在我們的房間 男孩子睡的是六個她們的房間 就在旁邊把窗戶打開 就在放音樂 BERNA在離音樂的時候 請我開始工作 一直到工作 escal唱 Só Est ritual 到最後快快工作 燈燈... 這個聲音是很強烈 所以我們大家一定會起來 高一生更將音樂帶入學校 欲구愉悅 自編日本歌舞 強化族人對統治政權的向心力 強化族人對統治政權的向心力 然而在學校 他是受学生爱戴的老师 但身为巡查 执行的一些现代化政策 像是废除 邹途传统的室内藏等 却在部落引发不小争议 当我们的故人去世之后 我们放在室内 是因为我们感觉上 还是跟他一起生活 这个当然是不卫生的 所以高一顺当时 当时就是以卫生的理由 一直在鼓吹民众 希望把这些死人的遗体 集中在一个空间埋葬 但是并没有被部落人接受 所以高医生就比较用 比较强势的手段 他就是白天的时候 看有人上上工作 他就派人去把这些骨骸挖出来 高医生领军的达邦青年团 已破除民性 开垢荒地等新思维 引领部落走向现代化 却也引发邹逐传统文化 可能示威的疑虑 不过随着日志后期 黄民化运动的开展 这群聪明又顺从的原住民精英 反而更加受到官方倚重 1935年 高医生代表邹族前往台北 参加原住民精英会议 高沙族青年团代表肯谈会 五年后 32岁的他 更和泰雅族青年领袖林瑞昌 一起前往东京 参加日本建国2600年庆典 官方也不时透过内地旅游 展示祖国的先进与强大 台湾的学生从日本从事初期开始 经常去做内地旅行 看日本的内地的进步 然后产生对日本内地的重庆 对不对 这个是一贯手法 另外一个城市是在那个时代 战争时代 事实上你要强化效忠 他回来在那个礼藩记 也写了非常多的歌颂的文字 那个某种样是一种效忠的动员 1942年第二次大战期间 官方征召原住民加入高沙义勇队 前往南洋参战 当时各国青年爱国心高涨 踊跃报名要到前线为国效忠 不过身为领导的高医生 却做出意外举动 他居然反对州族青年 前往前线参战 高医生就非常的担忧 他知道州族的人口不是这么多 那么多的青年 踊跃重军的结果是什么 他表面上是要大家去听殖民者的话 可是他私底下到处跟部落的长者还有青年都在讲说不要去重军 慕兵独立高医生因此被长官罚面壁思过 在道场神龛前站了一天一夜 不少族人这才察觉 原来他们以为早已完全日化的高医生 心中并没有遗忘耐憤身为州族人的民族认同 他想要让州族能够走上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 因为他也知道他在那个位置上 他有的时候不得不听这个当权者 殖民者的话 指令 可是他也知道他应该有他自己的看法 数百年来 台湾原住民历经多次外来政权统治 1945年日本战败 走足一戏之间又从日本人变成了中国人 据说高医生曾心生感慨 喝醉酒吊挂在树上 邻居看了还以为他要寻死 父亲挂在那个地方 大家说你下来啊 下来他就有气无力地讲说 我们台湾人很像是一所预言的蝙蝠 河南人来的时候我们变成河南人 正常国来的时候我们是民政的人 日本人来的时候变成日本人 现在中国人又要来了 我们都要服从在征服者的底下 没有秩序的国家 1945年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 高医生开始使用汉民 准备带领族人从日本人变成中国人 万万没想到新政权来临后 反而开启他多舛的命运 国民党政府来台之后 高医生一度相信 三民主义能够进一步地超越 日治时期的威权体制 协助高山原住民达成自治 然而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之后 高医生派人下山支援嘉义士民兵 对抗政府军 此后高山自治的理想 也越来越难以实现 不过他还是努力运用有限的资源 改善家乡族群部落的发展 例如他向政府要了 位于阿里山脚下的新美和茶山 两块耕作地 鼓励族人前往农耕 后来新美跟茶山 因此成为邹族新的部落 继续我们来看这段时期的遭遇 目が呼んで 懐かしい春宝 あなたも元気で 何よりです 畑でも山でも 私の魂が いつでも ついています 水田 占いように 中文 centered 全国人前往农耕作者 一旦 沖활 伍合 三公 大人 大人 二旦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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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生在日志时期原住民杂志 李藩之友上 清楚表达出他对邹族族群延续的看法 那就是弱小民族若要生存 势必得附庸于国家之下寻求发展 1945年国民党政府接受台湾 邹族与日本的连接中断 高一生带领族人转而归顺中华民国 他除了顺势担任现在的阿里山乡前身 第一届无缝乡长之外 还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 期盼标榜民族民权民生的祖国 能够进一步协助邹族走向现代化 不过就在他大刀阔斧 着手族群自治之际 1947年开春却爆发了二二八事件 动乱从台北一路延烧 很快补升到嘉义 以嘉义市长孙志俊为首的官兵 与民众青年学生激烈薄火 眼见情势越发严重 时任嘉义市二二八事件 处理委员的卢秉青赶紧向阿里山求救 请求高医生增兵援助 据我的姐姐讲说 这个没有一口答应 我父亲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乡下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着办 看看 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 不希望族人卷入山下的纷争 高医生一开始选择观望 不过他的妻旧汤守仁 曾经在二战期间担任过 关东军军官 他却持不同看法 汤守仁就坚持要 最后汤守仁说服了高医生 这些高砂义勇金都是 在南洋战争啊 这些丛林战里面 都有实战的经验 所以他们来这边啊 他们觉得他们是可以对付国金 我那个时候已经七岁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听到有人 五六个人在跑在那个 部落里奔跑说 大家年轻人 大家跟着我来 我们到嘉义去打坏人 就这样 一直约一百人的州独部队 由汤守仁领军 连夜赶下山 3月5号抵达嘉义后 兵分两路 由汤守仁指挥的队伍 支援围攻水上机场 达邦村长方义仲则带队协助维持 嘉义师治安 他们其实才真的有账励 他们第一个就把那个 蓝堂 就是以前叫红毛皮的一个荡药库 它是国金荡药库 他们就攻账了 蓝堂那边的武器 就是他们用策略 把那个荡药库 荡药库他们就那个荡药库的枪 他们就结束 3月7号起 民兵和国军在水上机场展开一系列对峙 不过随着时间过去 有人主张续战 有的倾向和谈 情势越发不明 3月11号凌晨 你 这些车队钉的时候 他们从家里市 瘦收到的武器 都车队钉 车队钉钉的时候 他们从那些 杏炮都按在山寨的药口就对了 然后所有的枪炮弹药 包含三门的自走炮 一个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炮 也放上去 初期的时候 他们还做一些军事的训练 唱歌打树 打靶 每天都来 为了尽快平息动乱 二二八事件后期 国民党政府开始清香 四处拘捕可疑人士 高医生对政府的态度 也健躯谨慎 在当时台南县长 袁国卿的协助下 主动办理自首 不过留在山中的武器 并没有全数缴回 埋下日后卷入动荡的导火线 二二八事件平息后 阿里山迎来短暂的宁静 高医生这一时 又将心力放回 他最重视的族群发展 考虑到传统的狩猎鱼捞 无法带给族人稳定的经济 他因此大胆鼓励族人 从山上移居到山脚下 开始种田 与一千多公尺高的特富野 大邦相比 海拔近三四百公尺的青梅跟茶山 布地广大且水源充足 相当适合种植 麻竹 山茶花等经济作物 被高医生视为良田宝地 甚至不惜找来 时任台湾省参议员的 林瑞昌作宝 向土地银行贷款五十万元 开办新美集体农场 不过尽管高厢长劳心劳力 一开始族人却并不理清 大家不喜欢去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茶山西美 大概是三四百公尺 那很热的 而且呢 这个还没有开垦 还没有开发 那个就算 有一点都是原始的 所以大家都不想去 甚至有族人一开垦 就挖到骨骸 吓得又退回到山上 因为我们做族的人 上中的一定要蹲藏 埋得很深 结果第一批过去的人 到平原去一看 他们一下子挖出 挖出人体的骨骸 他们就很害怕 所以父亲的这个时候呢 要鼓励他们 因为族主人很喜欢唱歌嘛 所以就开始做于一鸣歌 为了说服族人移居到新美茶山 高医生不止一口气 写了三首移民歌 更将日语台语歌 填上周语词 鼓励族人边工作边唱 他才告诉北极村的那个年轻人说 走吧 我们去新的地方去开垦吧 那本来就是我们的地方 它肥沃 它很宽敞 那是适合我们生活的地方 高医生他是使用钢琴作曲 所以他在旋律的格律上 他就会是更专业的 如果你在阿里山 你在部落里面听到 高医生写的那个曲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他在这个环境里面 听到贝多芬的那个感觉 高医生革新创作 周族传统音乐注入了新的灵魂 而族人也在音乐的感召下 陆陆续续移居到新美茶山 因为这样子的这样 新美农场的开发 让现在阿里山周族的领域 能够到那里去 否则的话呢 我们真的就会局限在 这个北边的几个村落 周族的领域真的就是少得可怜 所以这个其实 比较没人讲到他的这样的作为 事实上他的眼光是蛮独特的 新天地 新经济 高医生念资再资的族群自治 看似稳不实现 1228事件后 不少国民党政府眼中的攀乱分子 逃入阿里山 加上中国共产党积极在台发展势力 并逐渐将触角伸向原住民 自成一格的阿里山 再也无法如往日般平静 二二八事件之后 不少台籍精英暗地地加入共产党 在国民党政府的追起之下 他们躲上山 共产党势力因而不断地入驻阿里山 高医生因此采取务实的策略 试着和共产党的干部接触 但是这样的接触被国民党政府认定是叛乱 而且在当局严密的情治网中遭到罗治罪名 连同其他的原住民精英分子一起遇难 懐忍 懐忍 春宝 あなたも元気で 何よりです 畑でも 山でも 私の魂が いつでもついています 水田 占いように 1947年3月17号 无缝乡长高医生 发出一封署名史多医生的案内状 通知原住民各国精英到台中募设开会 高医生会发出这个案内状的背景是 那个228事件发生之后呢 因为平地非常的混乱 他希望能够邀及原住民的各个族群的代表 来商议就是我们如何在一个平地很混乱的情况之下 那原住民的这个比较是高山的这个区域呢 如何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稳定的一个发展 高医生的案内状明白指出 高山族应划定自治区域 还针对行政制度进一步提出了具体架构 省长县长下设高山自治区 自治范围包括警察 产业 教育 建设 财政 卫生等项目 这样的一个思维以他当时来讲 没有多少原住民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所以他很大脑就是说他不只当在周族 替整个台湾原住民来提出这样的概念 学界普遍认为高医生撰写的案内状 是第一篇关于原住民自治的文件 可惜通知单才发出去 就被警备总司令部拦截 认为高医生等人是要鼓动高山族 涂谋反叛 最后会议并没开成 自治的问题已经是牵动了 国民政府纤细的神迹 因为在日本统治 日本人去侵略中国的时候 要把那一块地方脱中国之外 就先成立一个自治政府 所以那样的影像可能政府都还有那个image 所以对于原住民整个串联 要去成立比如说一个自治 这样的一个想法是相当有警戒心的 228事件后期 国民党政府草木皆兵 尽管表面上不动声色 但只要有高山领袖出头 他们就不忘默默记上一笔 像是原住民领袖中 声望最高的林瑞昌 因为请求政府 归还泰雅族在三峡大报社的传统领域 以及撰文批评国民党政府对山地问题 一知半解 被当局列入高度观察名单 国民党当时把那个台湾原住民 当成什么西北边疆 他们心中的那种未开民族 所以国民党对 对于在1945年面对台湾原住民态度 就如同191895年 日本面对那个时代的原住民 那但是中间有一个50年的时间差 原住民族已经变化很大 所以原住民精英 你可以想象那个相对的不满会很大 不过原住民精英的反动 看在另一股势力眼中 却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二二八事件后 中国共产党扩大在台方针 开始积极接触山地精英 1949年10月 成立山地工作委员会 并指派高山族专家陈显富 负责阿里山事务 而陈显富也不负众望 成功透过关系解释了高一生 以及高一生的七旧汤守仁 为共产势力进入山区活动 出下了第一礼物 1950年1月 神工委主席蔡孝前进入阿里山 并在乐野村的西神家 与高一生 汤守仁 以及警官 王青山开会 事后国民党特务回报 高一生等人不仅跟蔡孝前讨论 共党山地发展问题 还当场散发反动宣传单 怀疑高一生等人 可能加入共产组织 高一生对于 左翼的共产党的这些势力 他们的活动是非常的谨慎的 混乱了这样的时代 不要让原住民自己 这个族群受到太大的伤害 所以他们其实一直很谨慎 抱持着一种观望的态度 对国民党政权失望 山地精英们开始采取两手策略 接触同时评估 与哪一党合作对原住民最有利 其中汤守仁态度积极 不仅曾协助省工委干部 进入阿里山 还以掩护他们躲过政府盘查 让共党势力能继续留在山上 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都是假民族 假的 他们生活不知道 不过我从那个谈说人的这个 高中里 他说里面有问题的人 他总的告诉过我 这个是不能做的 就是做到我也不能 其实外面老人的关系跟高一生 其实关系比较少 其实那些是跟汤守仁的关系 比较深 那就是有一些九一的人是到那里 逃了就逃到那里去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 这也给他们一些 对他们也是蛮警戒的 然后人一到山中 弃补就比较困难 1950年6月韩战爆发 美国派第七舰队协防台湾 国民党政权转为维安 一系列清算很快上到了阿里山 由于高一生等人曾提出具体自治规划 还与共党过从甚密 自然成为国民党政府的眼中顶 不过官方怀疑 而把事件时 走足带回的大量武器 并没有全数交出 为了防止他们勇兵自重 便要求高一生与汤守仁 交出武器 认错自行 那我说的时候 我先都打断来报警 对各位 所以就来交出去了 谭守仁的意思是 我不用交 结果在这个 结果发生矛盾了以后 接受这样的 把交出去了 交出去了 以后 就慢慢抓了 就说 一九五二年九月九号 电话铃声划破了阿里山的宁静 保安司令部来电 也名高一生 汤守仁 吴亦德 以及搭帮村长方一仲 高一生的弟弟 杜孝生等六人 即可下山开会 他们就打电话给我爸爸 还有另外的 我舅舅吴亦德 还有一个村长 范先生 有好几个 打电话说 请他们下去 县政府要开一个重要会议 然后他们第二天就 全部就坐火车 就直接到嘉义 直接 资奔县政府 他快要离开家的时候 他叫我 他叫我跟大妹到那个 猿港 他坐在中间 那我应该坐在右边 那我妹妹坐在左边 他就叫他 叫我们个人 每个人拿一个爸爸的鞋子 就是 各拿一个 然后叫我们给爸爸穿 我就 一直到说 是不是爸爸不会再回来了 果真原本应该下山开会的一星人 却一到主级车站就被逮捕 人在台北的林锐昌 也没能逃过一劫 他阿里山都要抓 他们不敢到阿里山去抓 所以他们就 政府就给阿里山相长 有讯息 就来到嘉义县政府开会 安全啦 没有什么 没有事 没有事 一去 就被抓了 被抓了没有两个人 我父亲就在台北市山地会馆 到那边去把我父亲被逮捕了 省餐议员 乡长 村长 还有警官 一夕之间 邹族及泰雅族精英 统统被抓住 轮回接下囚 官方给他们的罪名 是贪污和卵罪 亲爱的春方 及菊花 贵美 我突然被押起来 对你们确实是很大的打击 我想你们大概可以挂虑我吧 高医生入狱后写信向家人报告近况 由于一开始的罪名是西美农场贪污罪 高医生还以为政府查明事实真相后 就会放人 万万没想到官方已经在阿里山 塑造他最有应得的形象 林静生在那边宣导 宣导政府的政令 当然中间也有说 父亲 乌子也就贪污 高先生和高先生 偷懒你们的钱 这样子 没有想说新美的钱 是偷懒你们的钱 所以这个引起很大的误会 就这样 乡长成了会偷族人钱的恶霸 高医生在部落的风平逐渐下滑 而随着时间过去 高医生的案情也每况愈下 辛勤苦闷的他 家书篇幅越写越少 只能寄情于他最爱的音乐 天使用 天使用 他在青老東路監獄的時候 他非常思念他的家人 也透過他的女兒去傳遞一些家書 他們在獄中的所有的書信往來 是都要經過檢查的 所以他有時候就會把自己思念之情 變成無限苦 村子總保吉他表面上是寫給我的奶奶 春芳 春天的女神 春芳 但是紫紫細細如果用他很深層的思考 跟他的哲學態度去思考的話 我覺得他是在寫給整個鄒族的 就是說每一個人都要守護自己我們這塊土地上的文化跟愛 他只能用這種很情歌的方式去透露他的政治理念 然而這位一心為鄒族奉獻的鄉長最終還是沒有回到阿里山 後來官方在貪污罪外再給他加上意圖顛覆政府的叛亂罪 1954年4月17號連同其他五名被告 林瑞昌 湯守仁 汪青山 方義仲以及高德兆 一起執行槍決 他們他們都是歐落下來的 黃義仲拉 高德兆 南京山 高德兆 高德兆 他們兩個 他們說都是歐落下來的 幫放後 拉出去 拉出去據說是外面有一個小飯堅 还有放过一个晚上 放到一个晚上 再是早上 再拿出去产兵 邹族传说 人死后 灵魂会回归圣山 塔山 高医生的家人 后来再也没见过他一面 我最后的印象就是 我爸爸埋葬那个时候 已经很晚了 天已经黑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收电筒 大家都带着火把 然后就很长 好多人就送他这样子 不知高医生生前 是否早已意料到 自己会出事 他很早就交代好 长女高菊花 自己的身后事 高医生的遗愿 简单却深刻 高家人至今潜心守护 尽管高医生的心体 已经不在 但或许就如同他在 最后一封家书中提到的 他的灵魂与精神 将永远留在 最终爱的家乡 阿里山 高医生入狱之后 一共写了五十六封家书 谈家人 也谈土地 谈族人 可见得一直到生命的最后 他依然心系着家乡族群发展 而他对音乐的热情 也透过子孙代代传承 除了现代歌手高慧君 高雷雅之外 而孙辈当中 不乏钢琴家 音乐老师等音乐工作者 可见的是开之散也 我是胡婉玲 这期台湾演艺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